海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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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波飄摇 海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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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花里舞蹈 穿着超短蓬蓬围裙 骨骑半腿蛙 大跳火红的海草舞 可爱动作蒙翻所有少男性 这家位在台北西门町的知名女仆店 却传出骚扰事件 当时男子就拿着圣经和十字架 走进店内要帮女仆驱谋 吓坏所有店员 2号下午2点 男子带着圣经和十字架 走进店内说要为女仆驱谋 店员吓坏报警 警方到场后 男子一度不肯离去 在警方劝述下 男子承诺不再进入店内 双方才达成和解 女仆店就在这栋大楼的六楼 就在捷运出口旁 订点相当便利 吸引不少观光客上门 附近店家听闻骚扰事件 也觉得不可思议 蛮多外国人 蛮多观光客 可是我好像有看过警察上去 顶上满的话 因为他们会从上面走上去 是有看过的 男子向警方供称 日前在脸书专业看到女仆店员 手带奇怪戒指 自称魔鬼 加上自己有多次成功驱魔经验 才让他起了驱魔念头 不过这样的怪异行径 恐怕已在女仆店员心中留下阴影 记者许志敏黄玉涵台北报道